对 实际明明有更中心的一个点 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没必要两个人在这里缠走 但是问题是他走的话会不会 我好准 他走就要付出一点代价 还有的 还有其实想得很明白 这实际上掉的就比较可惜了 他正好应该是在1号位的位置吧 还是在3号位的位置 反正被打下来了 也是因为上车没有给 这么一看的话也不需要拉到城头的位置 因为城内的话肯定有很多队伍线要去抢点 过点 打一个 正好是埋掉了2号 王应该是在很远的位置 正面给不了什么指 这分只能给了 先撵过去 然后再找一下队友能够驾到的方向 BGP是很明显的 你人定义180 360度空翻 空气强吗 姐姐你看 兄弟让我一手 不是 这个看起来就很像是 英诺内克斯翻了个车之后 就要给他表演一个什么叫正确的翻车 不仅有DK的枪线 而且还有窄边侧翼GBL的枪线 GBL分的比较散 它是两个方向 就看Pero这部如果想强行打的话 这部是可以接下来 而另一边换手已经是把英诺内克斯给处理掉了 果然是路过把他移了 他是先打得明明 对 就Pero Pero这里要跟GBL接架 GBL他肯定会过来想方向队友 马哥怎么办 马哥被滞留住了 一滴血 那剩下三个人 一车 前面这个路有点被堵死了 要么扎 要么转车头去撞 他现在只能扎了 边走边看 毕竟只有一辆车 三个人落点 起码要掉一个 只能扎了 找个位置吧 土路上边 知道捡纪人少吗 有 可以 直接是两个人头一起带走 然后尖辑被淘汰 没错 打得主动一点 知道你倒一个这波我不打你吗 对吧 能倒的这波还救不了 已经是被隆总拳补掉 牛HAPPY是有选择 他可以退的 这三把牛HAPPY都是 你北边两条马路都是有防去的 KTF那边是烂尾楼 打拿瓦那边又是片平房 刚才我们看到GBL已经是拉近点去 关掉 然后想GBL想算了 我这边也有窄边 我就扣扣把 对吧 位置让出来给你 因为他这个位置吃到圈以后 人的心态就发生了改变 是的 还有就是刚才GBL那几颗雷 确实没有起到什么很大的成效 是的 所以他也就差不多放弃了 你想他把PARAL放在这坑里面 万一有对我王搭过来 他还能帮忙接一步 对吧 领是这个领 这个时候萨萨击倒了胶羊 哎呀 这还想亲吗 现在牛HAPPY3人 萨萨击倒了胶羊 那说明胶羊可能有网络延迟 可能掉了 嗯 很危险 旁边就是打拿了 有远点天霸的图枪 稍微的帮了一手 但是又是少一个人的伏笔 是的 这个对牛HAPPY3可能真的影响很大 而且HIKARI是把整个右侧的过点给架死了 这样的话导致牛HAPPY根本没有办法抢顶这个图路 嗯 你看他要走的话 可能要被打下来一个有点难 而且这个碰到轮胎已经没了 这样的话周品妍是被滞留住了 剩下两个人走 周品妍只能滞留了 嗯 这把牛胸应该是拿不到什么太高的分数了 是的 其实到另外一头还有BGP的分战 基本上就差不多这把已经是到顶了 除非DK然后去把BGP的另外一头牵制住 然后BGP被迫两个人要去支援 那可能UIP还有一点活路吧 BGP跟DK其实都有地方呆 是的 两边都不行 只是互相试探了一下 因为是窄编嘛 他那一侧 好 看一下 我冲进来 直接快冲哦 啊 直接三百多次都无死角十面埋伏了 是 然后人从各个方向出来 还有掩体 这个大肠 你 随便是穿了 直接开进去洗车 这个我是觉得 好像是属于博弈过 有就有没了就没了 就里面 我觉得但凡超过一个人 可能都比较 是的 别人闪被白了 龙斯格尔雷恰打还不错 底部就绕过来了 想开车 在想什么呢兄弟 他这个鞋头没做好 他开车的人上了之后 正面又没有跟得上 因为正面还在腿呢 你在干什么 但是他最后heaven 寄到一个别人的补 这个也不太好补吧 血量很残了 还是那个什么雷什么的 我打了两个 啊 别把猫斯是原点的 猫斯千里折折折回来 只能来不及了 队友全部被补了 这不我是没想到的 是我声音太大了 但是说实话这个地方 不应该啊 对方是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掩体的 这个小波 对 而且还是半波 他打了三个 哦 heaven 而且都是瞬间 因为我看到其实FTY 有两手准备 就是有人要捏头之物 有人要架枪 但 我人晕了 太狠了 这个是纯纯个人能力的 确实是个人发挥的太好了 没错 打个饮料 喝个瓶 关键是这个QO的话 heaven这波探拳抓到了 看那个过点呢 直接打掉没问题 有雷这两分可能都要被补掉 而且左子轩还架不住 看这个雷了 这个雷 难受啊 兄弟 F7 发现了 没问题 是这个 天霸肯定是要把Pero的分数 全部都想办法拿下来的 这个南边没队伍了 南边只剩Pero 天霸肯定是7把原路过来 因为现在蓝拳不是还没收缩吗 没错 北面是大混战 BGP KDF 这个DANAMA以及GF1 大混战 KDF是被加的 没错 BGP只拿了2分 还是最后一人 GF1也是参与到乱战当中 是 三块血糖不是很多 阿卡都反秒了911 DANAMA一过来把BGP一加 BGP 是的 应该也要被淘汰了 这四支队伍最近变成2支了 天霸影响 我想从屁股后面找点机会吧 这两个队伍是肯定要打的 天霸人不多 嗯 只有两个 GF1就是更多个位置 再加上他又有倒地 又有信息 DANAMA 对他们一些挺大 天霸这里是雷加枪 他不知道下面藏了DK的人 是的 DK是等了很久 他本来重心都放在刚才米饭说的 就GX那个位置就是怕拉人过来 但是他左侧 屁股一顶 一面就大了 这波一面就大了 看一下天霸这里 先祈祷一三路 不是过天有烟啊 你打测试 哎D波手下没打过 没打过 不还行 支撑来布一个 主要一滴血了 先把分数补掉 马蒂 很理智 牛哥的医院要交给你了 马蒂来了 这波肯定是打到Y被加死的 嗯 最后就看GFY跟天霸打 哇 头目 找到那个状态了 一打一 数后一打一 哇 残血 残血反秒 Summer的出场 GF拿到十个淘汰 还能救还能救 还能扛过来 甚至还有时间再直接服 而且南边还要决胜负 天霸这里真的是头都裂开了 我真的是他两边都没打过 没错 GX最终还是抢了他的家 嗯 脑淤血 说实话天霸这波真的是 他就是轻小索 然后没感觉到底下还有 就很隐忍 没怎么动 Foxy最后是解决了小棠 现在是目前场上30队伍 GXGF 如果他没车的话可能会像刚才所说的 但他们有车 是的 GX也来了 但是3A车打了一个 哇 王鹏 我刚才看了一串头都标志 但是有雷 嗯 说明完后刚才被扶起来的真的很有价值 看DK DK DK打一个 这是远点Under的击倒 王鹏先把分数捕了 全部拿了先拿了先拿了 哇 十三杀 瞬间 王鹏 这一波 还有SR 小心还有一个SR 关键后面加强的Summer 现在还在 正面DK要给 阿头目跟王鹏一波 正面是二打三 GX这边是烈士 这没办法 是的 看王鹏能不能顶住了 现在Summer注意力全在SR身上 想把SR的分数给拿了 确实在这个小厕所里面 SR是早就知道了 哇 SR 直接秒杀 不愧是在PCR待过的男人 他看Foxy很久了 是的 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但是你要小心北边的那个一对一枪线 GX要去了 是的 小心就是Loki那个位置 埋了一个Under Under在近点 有个小头皮 有点危险 特意Loki出下坏了 就说要小心Loki的位置 GX打极了 上面这个枪线一直是没有注意到 是的 就是说白了 人没有点清楚 哇 这波被Loki跟Under的夹角枪线 让DK玩起来了 最后的话DK还 对